哈喽,安娜达 在过去的一年中 崇哥和大家一起回顾了各种狗血剧 我们发现国产剧里的骚操作 真的是数不胜数 有的时候真的会被这些剧情 吓得摔倒在地 今天崇哥就带大家换换口味 一起盘点盘点 国产剧中那些逆天的骚操作 每一个都会让我震惊一百年 用车祸体现爱情 以前看《步步惊情》的时候 新娘被汽车装到天上的慢动作 已经让我很抓狂了 特别完美 没想到往后的几年 国产剧的车祸片场 不仅没有改善 而且是越来越过分 在电视剧《转身说爱你》中 男女主角因为生活琐事吵架 女主生计就走到了马路中间 然后就 我说这位老兄你这傻手势 你是想向天再借五百年吗 还有你这大肚子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这动画做的 我还不如去看美洋洋和费洋洋 但不得不承认 国产剧的车祸花样还是挺多的 在电影《露水红颜》中 女主角被人捅了一刀 还能在大街上奔跑 路人想帮忙送她去医院 但是她都打没拒绝了 因为她已经精准地锁定了男主角的车 给我们上演了一场漂亮的车祸 一场车祸让我们看到的男女主角爱情的魅力 在一些国产剧中 有很多绿茶女二 她们也必须拥有一场漂亮的车祸 杜欣宇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从我眼前消失 张老师 张宇 杜欣宇 杜欣宇 相比之下 从跟我之前解说的爱情珠宝 那里面的车祸反而让人看得很爽快了 神经病 让开我 小心 直接秒杀 连尸体都没有 这么快呀 如何让观众感受到打鬼子的快乐 说到抗日神剧 从早年的抗日奇侠手撕鬼子 到后来的战场喝咖啡 对我来说已经刺激不了我的笑神经了 今天重个节大家看一看 后面的神剧是怎么样快乐打鬼子的 我们在打鬼子的时候 一定要对着脸秃秃 如果有敌军开车向你冲来 你只需要一个支点 就可以把他顶翻在地 在电视剧百战天狼中 一开场主角谈就在执行打鬼子的任务 因为敌人的火力太猛 男主角已经没有退路 他粉粉的小嘴唇 看着鬼子 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神秘的女儿突然出现 帮他杀出了重围 你瞧瞧他是贴地旋转 这个女儿简直摆脱了地心引力 喂 真的可以这么撕航吗 接着他们还来了一个组合技 喂 旋转跳跃 虽然你们打鬼子打得很爽 但也不能太离谱吧 有的时候导演觉得 用枪打鬼子还不过瘾 还是要弄一些冷兵器 在电视剧《御海棠》中 鬼子们包围了一座城 这个时候城里就冒出来几个 不知道是靠死赵云 还是关雨的将军 对鬼子们是左拼右侃 冲进了人群 那是左拼右侃 胳膊来挡多胳膊 腿来扳挡大腿 只杀的是昏天黑地 血流 成何 这是谁的部将 鬼子们被他砍得连连败退 直接拿出了大炮对付他 这么多炮炸在他身上 居然连一点灰尘都没有 打鬼子不仅要打得爽 更要美美搭 在《战神雅典娜》这部剧中 女主角要打鬼子之前 都必须要擦上他的 死亡芭比口红 玩的啊 这是什么仪式感 除了擦口红 我们的女主角出去打鬼子 穿的夜行衣都是蕾丝编的 衬托他死亡芭比的嘴唇 格外的显眼 女主角最剧中真的是锁枪披靡 他穿得非常的时尚 然后轻松地爬上直升机 当他的男朋友被小鬼子抓的时候 他就带领他的兄弟们 穿上特务J同款皮衣 去拯救他的秦郎 救人 你我们是在致敬复脸吗 离谱的古装剧 到底有多离谱 现在的古装剧 特别爱抠图 全程无实物表演 不仅房子宫殿搞特效 就连骑马都是用意念在表演 还有现在的古装武侠剧 他们的武打特效 真的是看得我满头问号 我的头快要裂开了 当然说起国产武侠剧 最牛皮的武器 那还得看树山战记 男主角传给他儿子一门 独门法记 哇 这是为你设计的 就送给你了 就叫他留心坠 你真当我没有玩过悠悠球吗 这个操作不是最骚的 男主角还现场为他儿子 把这个木的溜溜球升级了 我是想将他跟天旋行杀 合而为一 这样威力应该能够倍增 无奇隆里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火力少年王的粉丝 博产剧的土味情话 真的可以追到女孩子吗 在电视剧 那片星空 那片海里 男主角线上给我们展示了一把 如何在海边向女孩表白 你知道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吗 因为海里有鱼 鱼会土泡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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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就变成蓝色了 你也太有意思了吧 当然要说起土味情话 谁也比不过琼瑶奶奶 我之前也给大家带来过一部 全员谈恋爱的沙雕古装剧 随唐英雄4 陈铁牛的老婆坠入悬崖 他就带着一根绳子跳下去救老婆 就在这危急时刻 他们居然还在研究爱心菜谱 我还没有吃过你给我做的菜呢 你爱吃的菜 我已经会了 就在鸡蛋 太简单了 我会煮了 请教牛肉 请教不能太瘦 牛肉不能太老 我煮得更好吃的 糖醋快过的 你最熟的时候太甜 要最熟的时候太酸 现在刚刚好 八头豆腐 八头豆腐太下来 我怕你吃都会胖 这种人那神经病 我允许你做我的女人 放手 谁要做你的女人 你疯了 你就是我的女人 最后 让我们请出老牌演员 郑少秋 给我们带来一场 超级神奇的台球比赛 牛一敲搞什么样 坐上去 竖起球杆 还这么直 没见过这么打球的 哇 不会吧 这要打就还真行啊 这样不只能打黄球 其他颜色的球呢 都记在带口 哇 他这么打 真冒险啊 现在都在带口 闭着眼打也行啦 你有病 丁俊辉看完 都流下了润水 这个就叫专业 好啦 今天的盘点就到这里了 我真的是佩服 各位导演的天才脑洞 真的是承包了 我一整年的笑点 满嘴胡言的大片子 完结 撒花